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在礁山陡峭的石壁上 遥望松了山 犹如云端仙境 只有彩虹化作凌空长桥 才能通达彼岸吧 诗人展开了浪漫幻想 期盼着神仙眷顾招手相约 共赴超然物外的逍遥世界 李白生性旷大 感情热烈 笔调雄奇奔放 诗句瑰丽绚烂 这首诗用一层更甚一层的大胆想象 将人们带入了一个光阔无垠的仙人境界 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 和追求自由的万丈豪景 其中 丰富奇特的想象力 与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是银河落九天 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大概就是诗仙 不同于常人的境界吧 据推测 这首诗因为李白初出四川时所作 诗人正当青春年华 意气风发 沿长江顺流而下 途经镇江遇见了大千世界中 这一独特的风景 从此 自礁山望松辽山 成了一种雅趣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 在素礁山一诗中模仿李白 一飘渺松辽山 击翠下无路开篇 同样描述了松辽山 松辽山近在之尺 却不能抵达的辽人情境 今天 郊山望松辽山石碑 依旧涓刻在郊山之上 松辽山有幸 能有一场和李白的奇异泽后 后世亦有幸 可以面对江中一方岩礁 感受到那份来自诗仙的 归例想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